受到什么清理 那时候毕竟二十多岁 有没有像北京这么多政治人物介入 除了游行热闹 觉得好玩 没其他感觉 但是基本上可以看得到 那种动员是越简洁明了的主义话语 它越容易让人们全情且奋不顾身的投入 上述三百年以来 上述百年来 上述四十年来 什么叫做牺牲的 人民英雄永垂不朽 这叫无名烈士碑 本来我起来革命就想干啥 民垂哥亲死了 免得白活了 你说我们这个人 尤其像我现在活到五十岁以上 五十二次天命 我才现在体会到洪老夫子当年五十二次天命的时候 是一种多么苦的心境 这都活不长了 这天命 但是呢 又不能自保自欺 干啥 给自己打成心针 这是我们的孔老夫子 又可悲又可爱 所以成了我们民主精神的塑造成 他非常清醒的 对吧 所以到了六十二二岁 那就更悲哉了 你说啥我都没反应了 你知道七死同性而所欲而不预举 那更完蛋了 就是你就是没有革命精神了 是吧 年轻人 所以我的学生跟我说 哎呀那时候我不会犯什么错误的 我说那你白火来 年轻人就是该犯错误 只要不进监狱 一切错误都是可以谅解的 你说我如果犯错误呢 你活着干啥呢 所以我原来在中山大学教这两课的时候 我就特别强调 写一篇青年学文章 题目叫《拒绝成熟》 我现在不是叫青年人成熟吗 这太过分了 青年人都成熟了不跟我一样了 这个世界还啥特彩呢 所以为什么我宣告新文化运动的杂志 要叫新青年各位 要叫新青年 而且梁提上来之前 就已经呼吁了 你今日自我向左日自我战斗 非主义话语才有文化活力 这是当年胡适先生在之念之的重大的问题 所以他强调满天的主义满口的主义 其实是非常危险的 为什么 你就会高谈阔论 一有问题来了 你就把自己了结了 这个状况就是我们儒家传统批评 这些事情的东西 叫平时空谈星星 临危以死报国 我们今天向他们学习 这些人都是混蛋 平时给你高谈阔论 临危应该干啥 鱼血奋战 你都好 临危脖子一磨 我不管了 你什么东西 我们不能像临危以死报国的人在学习 你要以死死鱼血奋战之死 那是可敬的 你脖子一磨把自己搞掉了 你还成了民主英雄 这个是空谈星星 不是这样空谈星星的 所以新文化的文化使命 是要再造中华文明的活力 你说这个东西重要不重要 当然重要 当然重要 对吧 所以新文化运动 我们今天不能单单的把它理解为一个白化文运动 今天有些号称诗人的人 或者散文写的好的人 把胡适当年的长诗集拿出来念一念 然后笑得简直快晕过去了的样子 说这些都叫诗吗 完全是口水话 我说你要在那个当初情形 你能写得出来 我就叫你野 干啥 我们对新文化没有一种敬重态度 充满着一种浮躁和轻飘 但是这帮人现在正在引领我们中国90后的文化趣味 一下把百余年新文化的运动 用四个字就打发了 这么轻飘的态度 而获得了我们90后的热烈响应 在座尤其90后的 我呼吁一下你 大家想想问题 那是这一场误会 你把中国人就蠢到家了 误会了一百年 今天你才来唤醒大家 你那副众人皆罪我独行的可恶香 就恨不得抽你两嘴 是吧 你哪有什么现代感 一副教主派头 对不对 胡适当年强调了 这帮人之间是很可恶的 他啥问题不给你解释 就用大话语 骤动的精神 激情澎湃的 这种场景和动员方式 来让你去莫名其妙的认同 所以胡适当年强调这样的背景的时候 他同时有作品就要谈到 我们新文化确实是一种新思潮 但我们这种新思潮 并不准备排斥传统文化 尽管新思潮跟传统文化是不同的 但我们希望这两种思潮并存 刚才我们说不并存的是陈杜秀 尽管当然他有误会的说法 要全盘西化后来改成充分世界化 这也是比较过分的话 但是对今天来说 这个是应该批评 我们也认为是该批评 不是我们无条件为胡适辩护 但胡适的主流不是这个 胡适强调我们充分世界化 首先是要建立一种什么呢 理性的态度 什么理性的态度 这就是康德所强调的启蒙精神 今天的新入家和极右派 都是以清算启蒙运动为自己发表意见的前提 好像启蒙运动罪过之大 把人类文明都毁掉了 不是启蒙运动没有现代文化 不是中国新文化运动启蒙 没有中国的现代文化 要搞清楚 万民 中国的传统文化就已经死了 晚清 中国的传统世界就已经崩溃了 开过于是儒家会这个天津人民出版社 就要我把我的写现代儒学的文章给他们 我最近正在编 我本来起了个名字叫儒家世界的崩溃与重建 哎呦 它是这个时代氛围离得太远了 恐怕不太好 我于是就起了个含混的叫儒学的裂变与重整 以至于不知道说啥 是吧 为什么叫儒家世界的崩溃各位 哎 万民因为整个民农民起义建立起来的政权 朱远章高度不执行 严厉的实行文字语 严厉的镇压党人对政党